音語同路人 今次的嘉賓是藝術家林毓輝 其實美學不單是視覺的美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的美 和諧的美 這個美我覺得 我們應該在社區展現出 這個好巴巴讓鞋子起飛 我發起了三千個家庭 派了三千個風箏給他 鼓勵小朋友畫爸爸的形象 我們形容風箏就是那個小朋友 但是真正能夠讓小孩子起飛的 就是那個爸爸 爸爸是什麼呢?就是那些風 我希望用我的見證 告訴別人這個世界有一個創造的主 聖經常教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好像學校耶穌的榜樣 他做領袖 但是他是一個博人的領袖 敬請留下收聽 接下來的音語同路人 請留下收聽